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款非常神奇的棒棒汤 据说只要我们将这个棒棒汤含在嘴里 我们的耳朵就会自然而然的响起音乐 不需要借助任何耳机或者音像 就是凭空出现的声音 而且只有我们将棒棒汤含在嘴里才能够听到 否则我们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 是不是非常神奇 当然了它的价格也非常神奇 两个棒棒汤100块钱 这就是两个棒棒汤的包装 突然感觉100块钱好像还挺值 没错了这张会是我吃过的最高档的棒棒汤 我们把它抽出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有两种口味 一个草莓味一个石井味 然后我买的版本它播放的音乐是童话故事 咱们看一下不同的口味还对应不同的故事 一个是海的女儿 还有一个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虽然它卖的很贵 而且它的包装也很精致 但我目前为止还是不太相信 它能够让我们凭空听到声音的功能 咱们把这个棒棒汤拿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款棒棒汤的不同之处 首先它每个里面都送了这种耳塞 我确定它们是耳塞而不是耳机 然后在它的底部有一个开关 并且里面还有一张说明书 咱们第一次吃棒棒汤还能看到说明书 我们看使用说明 长按两秒打开棒棒汤上的开关 然后将棒棒汤放入口中牙齿轻咬 带上耳塞音效更佳 那这样看下来我感觉我有点相信它这个功能了 那现在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尝一下 它的味道到底值不值50块钱一根 确定了味道跟一块钱的没区别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棒棒汤的外观 好的现在咱们就来试一下究竟能不能听到声音 我们来长按两秒 Oh my god这是真的 这声音就像是在你的脑袋里面营绕 就不是从外界传进来的 不仅是有人的声音 而且还有音效 就会声会色的那种 我现在想想个办法让大家也听到这个声音 它这个应该就是古传导的原理 就是通过这个棒棒汤在牙齿上的震动 把声音传到我们的耳朵中 我们来找一个可以让它发声的东西 这是一个不锈钢的盆 我们把这个糖放在盆上面 牛 还剩下这个给我弟弟尝一下 看它会有什么反应呢 康康 好 过来过来过来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棒棒汤 你把它放在嘴巴里之后 你的脑袋里面就会出现一种声音 它会给你讲那个童话故事 非常神奇吧 我不信 你不信 好 不信现在就让你开开眼界 你省着点事 50块钱一个人 这么贵啊 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你放在嘴巴里面 好 用嘴巴咬住 牙齿咬住 有 有没有声音 有 你把耳塞带上看看会不会更明显 声音是不是很大 哼 里面在想讲什么东西啊 里面还在讲有一个卖女孩的小火山 哈哈哈 把它从嘴巴里面拿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声音 有没有 没有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啊 是 这个东西我相信拿到你们的校园里面 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牛逼的东西吧 是 那我给你一个意见 你现在把它关了 然后把这个包起来 然后把它塞回这个盒子里面 好的这样就原封不动了 你就这样 等一下你明天上学 把这个交给你的女朋友 她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好啊 等一下 没女朋友 没女朋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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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